随着蓝绿两党2020人选的定案 为了避免被边缘化 台北市长柯文哲进来重新开启了自己打蓝骂绿的模式 他一边说 埋怨恨小鹰的呛财营们做的差 听不懂台湾民众的呼声 一边又炮轰高雄市长韩国瑜 水平没有很高 读的书只够做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台湾媒体就分析 以往柯文哲一开口骂人 民调就会上升 那么这回炮火全开 似乎是想冲高民调 努力骂出自己2020的选举路 明末天下大乱 流寇士气 朝廷无力尽脚 常常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老百姓讲的话他也听不懂太多 不然一力休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任何的政治人物都应该在现在的岗位上 去做自己的工作 这样才不会辜负选民给我们的托付跟委托 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工作做好 会有这些事情吗 会出现寒流吗 不仅批蔡英文做的差 柯文哲还将炮火对准韩国瑜 韩流有三个支撑 第三个是最大的 路舍 韩国瑜 他水准没那么高 他读的书只够做北农的董事长而已 柯文哲更分析 韩国瑜之所以会金身不坏 主要是这个原因 韩国瑜现在抢到一个代言 他是穷苦大众的代言人 他是抢到这个帽子 你说柯批长 对 尊重柯市长的说法好吧 左党韩国瑜又批蔡英文 柯文哲炮火全开 似乎对2020跃跃欲试 其实要思考的是到底台湾下一步怎么办 就是说如果蔡英文继续干下去 那当然他已经做三年多了嘛 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蔡英文还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子 韩国瑜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蔡韩两人他都不看好 不过柯文哲也坦诚 2020选举这一局 自己要赢实在太难了 我评估够了 这要赢实在太困难 小英比要文字强 韩国瑜比丁守中强 然后双方可以动员的资源 又比三文字强 如果我用2018年的打法 除非我现在赢超过8 不然不会赢 不过是这样 我们还在研发原子弹 柯文哲与民进党近来隔空交火多次 17号他批评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谁叫你为了操纵民意 做没必要的对抗 针对所谓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帆 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一事 柯文哲也批评民进党说谎成性 如今蓝绿白对决态势趋于明显 大战看似已提前开打 大战看优优独播剧场